我们当时上这个All Hands Meeting时候真的以为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Meeting 但是我们一进去Zoom 然后CEO就看到他面色非常凝重 我当时就觉得完了有不好的预感 然后他等到所有人都齐了之后就开始说 他管裁员叫做Restructuring Change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 我Calendar上突然出现了一个10分钟的小invite 我当时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就是我肯定被裁了 所以你是下一天就不用上班了吗 不是下一天下一个小时吧 对 那个Meeting一下来之后 所有东西都被Deactivated 所以你没有办法工作 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Login的一个状态 听起来非常的不人道 我们这个已经做的算蛮人道的了 很多科技公司基本上就是你一睡醒 你就已经全都Deactivated 没有办法联系任何人 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onair 我是卓贤 近几个月以来 裁员的潮流习转全美 影响了远不止科技业 在多数公司对外发表的通告之中 经济不稳的情况下需要节省开支 或者公司的策略重心要转移 成为了他们裁员的主要决策原因 但许多人不曾想到的是 裁员并非切断收入来源这么简单 对于很多在工作签证上的员工来说 裁员随之而来的 还有他们在极短时间内要找到新工作的前景 那么突然被layoff的他们 现在都还好吗 这期节目里面 我们请到了几个月之前 被公司突然裁员的设计师齐寒 幸运的是 齐寒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重新上岸 找到了新工作 那作为过来人 在工作签证上突然被裁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他又如何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 高校找到新工作重新上岸呢 今天我们就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我是Sara董其涵 我之前被裁的那个公司叫Run the Runway 是一个fashion tech 就像是手机里的app 或者是在网站上 然后就是可以让人wardrope去swap你的衣服 然后我现在在银行 J.P. Morgan Chase 所以就是又从tech公司回到比较传统一点的企业 然后现在这个银行 我在private bank部门 做senior UX designer 我之前在run the runway不是senior 是就是middle level 但是也接近 我之前是从Parsons毕业学服装设计的 我在纽约生活了九年吧 工作了五年 哦那所以其实你算是有一个小转行 我之前服装设计也在我自己喜欢的牌子里面做了assistant designer 然后我就在疫情遇到了疫情嘛 2020的年初我就自己自学转行了UI UX 然后在那之后换了一二三四 现在是第四份UX的工作 哦好厉害 所以你有什么签证上面的限制呢 我自己是有TN签证 TN签证其实是给加拿大和墨西哥人的一种工作签证 但是它和H1B的所有限制是很像的 就比如说被裁了之后也是只有90天时间在境内 如果90天之内没有入职的话 就是需要出境 还有每一次更新签证啊 和我要出境在入境拿个stamp都是一样的 就是还挺像H1B的一种签证 哦那TN签证需要这个公司给你sponsorship吗 对也是需要sponsorship的 也是他要找律师要付一个费用 但是唯一的不一样是TN没有抽签 但是他的失败率也挺高的 就50%就是完全看这个面试官的心情 嗯所以其实你非常能够感同身受H1B worker 现在的 对啊我身边的都是H1B 然后我自己这种签证也是很像H1B的 因为每三年要一续 而且也是有时间限制各种grace period什么的 是一样一样的 哦那你有打算说因为H1B 呃如果在同一个公司工作 他们可能最终会通过公司办这个绿卡吗 那你有就这个想法吗 我没有 我不打算办绿卡 呃TN签证是不能办绿卡的 我得先转到H1B 然后再抽绿卡 哦所以你就打算一直用TN签证 对 呃然后我们讲一下就是你被lay off的当天的情形吧 可以讲一下是什么时候然后你当时第一反应是怎样的 我觉得当时那一天很drama我到现在都清晰的记得那是9月12号 然后是个周一因为我们每周一隔两周就会有一个all hands meeting 是全公司的人都要上zoom 要么就是office也是会全都聚在一起 然后其他没有在office的人也会上zoom 所以我们当时上这个all hands meeting的时候真的以为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meeting 但是我们一进去zoom 呃然后ceo就看到他面色非常凝重 我当时就觉得完了有不好的预感 然后他等到所有人都齐了之后就开始说 他管裁员叫做restructuring change 就是公司的一个决策性的变动吧 人员调整这样子 然后他也说的很清楚 这个跟performance是完全无关的 因为裁员其实众所周知就是跟performance无关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cut budget 所以他让我们大家都放心 但是他也觉得很抱歉什么的 也说了很多觉得很难啊之类的这个话 因为我们当时run the runway的股价也已经很低很低了 然后我就是很能理解如果我是ceo的话 应该也会在所有tech裁员的风波中也做出这样的决定吧 所以他当时就跟我们说完之后告诉我们一下logistic 之后你会怎么样 你会期望收到什么样的meeting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了大概的流程是什么 然后下了那个meeting之后 所有人就提心吊胆的等着自己会不会再被schedule一个meeting来接收通知吗 我当时就是好像还有个乌龙 没有人知道我被裁了 也没有人知道自己team谁被裁了 所以他们就已经把就是一个更大的整个product team放到我calendar上了 有个team invite 就是想要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关于裁员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以为我是safe的 然后我还就是安心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吧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没裁到我 我就继续去工作了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 我calendar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分钟的小invite 我当时其实就已经知道了 就是我肯定被裁了 然后我进那个meeting之后是没有机会给我们说话的 我在meeting之前其实我还想好了 我想要跟公司谈的一些问题 我第一个本来想要谈降薪 然后继续干 我plan b如果这个第一个没有成功的话 我plan b是打算谈延期 就是他能不能把我的termination date放到晚一点 尽可能的晚 所以我当时这些plan都没有用上 因为完全没有给我们能够说话的机会 他基本上就是cfo来通知你一下 然后就结束了 结束以后呢 所有的credential email和所有的login的东西 全部都变deactivated 就非常快 我们没有来得及给同事去 就体面的道个别啊什么的都没有 然后我同事也全都很震惊 就在那天的晚上 所有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都来加了linkin啊instagram 就保持联系 他们想问我怎么样 然后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得知 还有哪些同事被裁 我后来才知道 全公司有接近25%的员工被裁了 好几百人 他们还发了名单出去 然后我所有同事告诉我 我的team 我是在growth team 我的svp和manager全都被裁了 包括我自己 所以就是我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新人和包裹比较大的人 是在第一波裁员中 首先被考虑的 因为如果公司的目的是cut budget的话 这样做是最make sense的 对公司来说 然后因为我们的severance 不管是哪个公司的severance 其实都是按照你在这个公司的年限 来发的 所以如果你是新人 一年以下的话 就是对公司来说损失最小 所以你是下一天就不用上班了吗 不是下一天 下一个小时吧 对 这么突然呢 我还以为就有一两个星期什么的 我们all hands大概是九点半 然后大概十点左右 我就收到了那个meeting 那个meeting一下来之后 所有东西都被deactivated 所以你没有办法工作 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login的一个状态 这听起来非常的不人道 我们这个已经做的算蛮人道的了 就是我们这个在我身边听过的tech裁员 他还给你一个all hands meeting 还给了你一个meeting来告诉你之后 你expect什么 但是很多科技公司 基本上就是你一睡醒 你就已经全都deactivated 就你已经没有办法联系任何人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用我的私人邮箱 想要问HR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的签证啊 我的那个salary要怎么办啊什么的 还有我的各种benefit 结果所有HR跟我联系的三个HR 全部都deactivate了 我谁都联系不上 我当时真的是只能让同事 帮我去联系还已在的HR 然后我就只能耐心的 等HR主动联系我 因为没有人在了 就等于说没有余地 完全没有余地 财源是不像解雇 因为解雇可能各种种种原因吧 但财源是属于完全是为了cut budget 不管你performance怎样 或者你是SVP有很大的这个scope 没有用 那你们在那个财源邮件里面 有提到severance package是怎样的 没有财源邮件 其实财源基本上都不会用邮件方式去说 一般都是会用zoom 因为邮件的话其实免不了 可能会害怕有官司风险吧 是怎样的 根据你的年限 然后给不同的severance 我们是 我当时是一个半月的severance 因为我是一年以下 然后一年以上 就是每一年 他在这个周那儿要加两周 所以他就有一个像是calculation一样 每个人按照年限给severance的 我算是new hire 所以他把我裁了 是很合理的 我们公司基本上new hire都走了 那你知道公司像你这样的 就是on work visa的人多吗 蛮多的也是 那他们也有受到影响 就是公司一开始 不知道work visa会有什么影响 是我跟他们谈了之后 他们才把就是separation letter 和severance再做出一个调整的 就是有签证的人 一定要自己争取 能争取就争取 跟公司说你签证的难处 你有多少的grace period 你有什么需求 你那个时候去跟公司谈 公司基本上都是会同意的 因为他也没有为你拨付什么钱 只是需要做出一些变痛 嗯所以是不是等于说 其实你一被裁之后 你就立刻去开始思考 说有哪些行为 我需要立刻行动起来 来保证我的这个身份是合法的 对啊呃我基本上那一天的 整个下午都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在不不停的去联络人 呃联络hr啊联络我的legal team 还有我的manager 嗯但是我manager和我skipmanager 全都被裁了 所以我联联联系不上人 其实确实对于有签证的人来说 时间是蛮紧张的 确实没有那个时间让你去慢慢消化 如果我是有绿卡的人的话 可能我现在已经去环游世界了 但是没有绿卡 我哪也去不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尽快的在那一天里 把该发的邮件发完 然后我在接下来的三天里 呃从早到晚的更新作品集和简历 就是让自己快速的能够开始投 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完全直接开始了 我的计划当中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震惊 也没有给自己时间难过一下 就立刻行动起来 有难过呀 因为当时这个工作 是我工作这么多年 第一份dream job 就是我第一份 我真正发自内心觉得 我起床就会觉得很exciting 然后非常想去工作的一个状态 我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公司的产品 然后我也觉得我做的东西很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 这么心狠的时候是有点痛苦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用 你想太多或者想原因 这种焦虑其实对我的进展没有帮助 因为90天必须要入职是很紧张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我的签证半一半就已经一个半月了 所以我后来确实在我grace period 就是快要到期的之前顺利入了职 我first connection那些人 就是在meta和google amazon的人 他们没有受到影响在第一波的时候 我反而觉得就留下来的人也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们还需要很多人会去考虑要边工作边开始准备面试 开始刷题啊准备作品集啊什么的 他们就是比我们全职找工作的人 其实要更加辛苦一点 然后被裁了的人 其实说实话还比较好 因为被裁了的人你是拿着siverance 拿着工资在全职找工作的 你的压力其实相对来说小很多 只要你就是把时间利用的effective一点 我觉得在你grace period之前 90天之前都是能够找到的 是 不过最近的确看到就是一刷linked in 上面基本上都是类似的信息 I was late off today 然后开始讲自己的那个作品啊 然后说open to opportunities 就是最近真的好像特别严重这个问题 对我现在回想我真的觉得自己是真是很幸运的 我是去年九月份嘛 那个时候是tech裁员的第一波 就是他只是第一个看纲开始而已 所以我在market里的时候是九月到十月 那个时候其实机会是很多的 我也没有跟那么多其他大厂的设计师去竞争嘛 所以我现在觉得其实你哪个阶段被裁都不一定是坏事 你拿了siverance 其实越早被裁也许对你来说 现在早点进入下一家公司也是好事啊 我知道sera是因为我刷到你关于就是短时间内重新上岸的这个帖子 然后里面你的时间分配什么都做得非常规整非常好 所以就这部分希望sera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找工作的经验 比方说你物色公司你是什么样找的啊 然后简历你都是怎么样修改 然后针对不同公司投出去时间分配等等的这些实战经验 我小红书那一篇里面有很详细的一个攻略 他还有分享一些网站什么的 你可以借鉴也可以 我也很欢迎你转发给或者有需要的人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 我当时觉得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 我觉得从mid level到senior level 更多的是应该去direct reach out给hiring manager 或者是其他公司直接来找到我们 跟之前的海头的情况肯定不一样 但是我能够为mid level到senior的人说一些我的经验 就是我跟海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我是选择性的回复那些所有我linked或者email里面 reach out给我的机会 我只选择那些我查过他近期没有lay off新闻的公司 因为他如果已经有第一波 或者是他已经有新闻爆出来 他有lay off的这个打算的话 其实hiring整个team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 因为我们当时裁员的时候除了CEO和CFO以外 全公司没有任何人知道裁员这个plan 就是基本上裁员都是这样子发生的 所以一定要做多research 我当时连头都是非常谨慎小心的 每一家公司我都做足了research 比如说这个job posting post多久了 还有这个公司最近的财报怎样 避免自己再一次被裁的风险 因为最害怕就是你被裁了第一波出来 你进了第二波又被裁 这样子轮回的话就真的很不利 然后我当时还用了一个google excel 因为我之前抬头的时候我没有用 我是自己就是大概有个笔记一样的去投 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要follow up 但是google excel我在小红书有分享一个template 然后它就是你可以记这家公司的名字 title和link这个job link 还有它的salary range 然后还有它最近被裁的情况 然后有裁的话你就是mark一个label什么的 然后那整个excel有60家公司 我这次只投了60家 然后我一个月内面了38家 就是很疯狂的一个月 因为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累 也是整个身心非常疲惫 但是我觉得我做到的那一瞬间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然后linking帮助我很多 我之前海投比较多 但是我现在就是connection 去用linking做referral 去直接reach out给 比如说这个manager的manager之类的 他们会去帮我去做一些referral 做一些recommendation 就对我来说特别有帮助 在一个月内能找到工作 都很需要感谢各种各样的connection 不过这个也是慢慢积累来的 因为我毕竟工作五年了 就有很多的业内的connection 可以去慢慢的积累 对linking research 用google excel来记录自己的投递情况 然后实时的去track和follow up 是很重要的 你说的connection是都有过一面之缘的吗 还是就像在linking这样的社交平台上 互相欣赏的人 全都不认识 就是connection 就用professional connection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是我某个老板的前同事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些connection 其实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以前小白的时候 是不懂得运用这些connection的 然后现在发现真的需要用起来 我当时一个月时间光是refer的很多岗位都很多 还有就是refer的加上其他hr来主动reach out 我的大概占我那60家公司里面的50%吧 然后我海头的这次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海头是非常不够时间的 对于我们这些有签证的人来说 海头你需要等到hr一级一级的审核 还有机筛 还有人去筛你的简历 然后他还要慢慢的排到你interview的整个process里面 会非常非常慢 所以我是因为没有办法等了 我这次才会去这么累的去不停的去利用这些connection reach out和这样去track 才能够有效率的做到一个月能够上案 那你找到了这份工作 JP Morgan的是通过怎样的方法找到呢 这一份是两个recruiter都主动在linkin找我的 就是他们看到说 我最近open to work了 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 就是加入JP Morgan的这两个team 然后我就是每一个主动找我的 如果这个公司我觉得稳定 然后我也比较感兴趣的话 我一定都会 第一个first call一定会去聊一下的 这个让你有一个database 你大概知道你以后面试会有什么样的预期啊 你的薪资 你的interview process有多久啊什么的 是很好的一个积累 所以这些我基本上联系我的 我都有去一个第一个call都是有的 所以其实在linkin上面公之于众 说自己是open to opportunity 其实是有用的 非常有用 我觉得如果你是有experience的人 一定要去发这个linkin post 我觉得最好的是你能够非常诚恳的说 你是被lay off impact了 如果你知道数据的话 也可以分享在那里 比如说这次lay off有多少多少人 或者多少percentage 我只是这其中之一 然后大概的非常简短的说一下自己 现在open to other opportunities 肯定会有人联系你的 我看Sarah有分享说你最多面试的一天 是有一天八个面试 可以具体讲讲那天是怎么样情况吗 是的 我那一个月其实我都已经有点lose track 因为我那一个月基本上只要我这一天 我的google calendar没满 我都是会往上加的 但是我也会考虑到这是第几轮面试 如果那天超过两个中轮 我就一定是承受不了的 我当时八个面试是因为它都是中间的一些面试轮 然后我觉得我还能handle这八个小时的面试 然后我当时那一天就是每一个面试 你结束后你就是需要清空一下自己的脑子 reset 然后去面下一个 所以其实你就是找工作那一个月 讲过无数次自我介绍了吧 应该 对啊 自我介绍我已经说的太太溜了 但是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说 自我介绍或者是interview都没有你展示作品集的时候 和你怎么展示你解决问题的那一步重要 所以我觉得更新作品集和简历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把找工作当做一份全职工作去做 全职工作的时候也是一天八小时 一周五天嘛 我当时就是周一到周五五天 每天八小时 然后给自己定好KPI 我每天必须投30到40家公司 然后投完这些公司之后 你再去把面试也当做一个 你需要完成的go一样 你这周必须要面几个 这样子就是能大大的提高效率 然后不用去多想别的 你就去做就行了 所以现在作为一个就是成功上岸的人来就是回望的话 你会觉得说你这一次的被lay off到重新上岸的经历 是觉得是一件好事吗 因为你刚才有讲过你上岸之后是一个senior level的 跟上一份工作有一个level上的层级的跳跃 可是我也留意到就是你之前都是从事跟服装设计有关的 那这一次完全变成一个银行业的设计师 那你怎么想这一次的转换呢 因为我觉得我上次遇到那份dream job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大部分人工作应该都不算是自己非常想做的 但是是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完全没有所谓加入任何一个行业 只要这份工作它是稳定的 然后能够让我有业余的时间去work like balance 能发展我自己的工作外的爱好 因为我在工作外我也有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 然后我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滑雪 我还有一只狗狗 所以就是不需要把太多的tension放在工作里面 就工作外有很多事情 所以你上岸的那个抉择 我觉得只需要去考虑 这个工作是否稳定的能够支撑你 度过现在经济动荡的这一段时间就好了 不非有绿卡的人就不太一样 他们可以就是如果没有身份限制的人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去选择风险比较高 但是自己更喜欢的行业 因为他不怕被lay off 被lay off拿siverance还是能够找到工作 但是有签证的人其实是有更加的一层难度在上面的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保守起见 选择一个稍微稳定一点 不会让自己再遇到风险的这么一个行业 所以现在这份工作是比较就是工作时间比较稳定的吗 不会就妨碍到你的个人生活 对 其实一直以来我的工作时间都是很稳定 基本上都是正常时间下班 从来也没有加班 但是我现在这个工作因为在银行嘛 比较稳定也没有那么的卷 所以就给我更多的时间去发展自己外面的业余爱好 然后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 因为我可能一直都没有把工作当作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我完全就是觉得我的生活的那八小时是第一重要 然后才是工作 对 嗯 那你的心态很好 这次的这个职业的跳跃的话 你在那个薪水上面有提高不少吧 那我也没有很多 因为我之前在Render Runway的时候 那次薪水提高了非常多 然后我在Render Runway是低于一年 在找的现在这份 所以它不算是一个太大的bonus 而且银行它在tech公司的mid level 就是银行的属于senior level这样子的一个对比下 其实是工资差不多的 只不过title上升了一级 因为现在还是不断的有这个 哪个大公司又即将要采百分之多少元的这个新闻不断有出来 那现在有很多打工人也是非常焦虑吗 对于就是有这种情绪的听众你有没有什么就作为过来人的一个建议吗 就在现在经济这么不稳定 我们大家要怎么处理这样的情绪 我觉得焦虑肯定会有 一定要就是理解 而且允许自己有这种情绪一段时间吧 只是就是要尽快去意识到焦虑 它可以有 但它没有用 因为经济不稳定 它不是短期的 也不是突发的 就像新冠病毒一样 它19年来的时候 我们也并不知道会这么久 所以你都不需要去想 它什么时候会变好 什么时候会结束 所以我觉得生活中的这些挫折都挺习以为常的 它也不可能因为你遇到这个困难就会变少 所以它会一直在 我们就眼睛就看好眼 自己脚下的每一步就好了 不用看得太远的那个台阶上以上的那几步 我觉得就走好每一步 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的 你就把每一步按部就班的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 它一定会有回报的 我还track过美国的这个layoff情况 我当时9月份被layoff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track是全美国有8万多人被layoff 现在到至今今年2月份 已经我在此看是已经有接近24万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被layoff的人 只不过是全美国的20万分之一而已 就每个人都不容易 而且有那么多人在跟我们一起度过难关 如果你要看全球的话 那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都在陪你一起度这个难关 大家都被裁员了 也都在焦虑和压力 所以你就只需要想 有这么多人陪着你一起度过现在这个困难 而且也不一定是坏事 很有可能你可以跳到更好的 这个薪资待遇啊或者公司 像我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跳的就还挺开心的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 世界onair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Breaker Pocketcast 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 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 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 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 与您不见不散